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修行摆送 修行摆送 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洁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家乙论士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天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天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教导了修行摆送 修行摆送 意义深奥又简明易懂 诚挚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从根本而言 没有所谓的迷惘 他的身体 只是暂时的 听闻的人们 检视造成迷惘 升起的原因的本质 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擦洗黑炭 都无法把它洗成白炭 我们可以想象 无明是自信的一部分 如同黑色 是煤炭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 无明和迷惘 就无法被根除 事实上 无明和迷惘 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存在 他们无法改变 我们本具的自信 佛性 佛性如黄金般纯然 且不受改变 无明至多可以暂时 遮蔽佛性 但佛性本质 却不会改变 在某些因缘之下 无明暂时形成 一如天空的云朵 暂时遮蔽了太阳的灿烂光辉 但是当我们飞向云朵 进入云朵之时 却无法触摸到云朵 在这之前 云朵不存在 最后也将消失在 稀薄的空气中 至于太阳 则从未改变 完全没有受到云朵的影响 无明制造的杖壁 是偶然升起的 是短暂的 是无可知取的 它们无法改变 或影响我们的本然自信 也不是本然自信的一部分 无明 一切迷惘着根源 诱惑众生 进入轮回 然而 无论无明 看似多么坚实 它也从来不具有一丝一毫的实相 既然无明 从未升起 那么它也无法存在 更别说去止灭它的存在 一旦对于空性的了物 去除了无明的杖壁 成博之自然本质将显现 一旦崩 吹散了云朵 从未停止照耀的太阳 将显露出来 心无旁物底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啊 它将在死亡之后 引导你 正圣之青春年华 赐予我们健康和力量 热切地想要享受人生 我们怀着不灭的热忱 竭尽所能地来增加财富与权势 对一些人来说 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意味着 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致美的事物 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致具的财富 无法会落塌 致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 也必须遵从他的召唤 他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他拥有一个 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 所获得的灵修绝授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 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 凡俗生活的迷惑 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 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 究竟本质 及法身 中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悔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上师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因果业报的真理 必然使行为 结出果实 听闻的人们 避免所有负面 与邪恶的行为 假若死亡 只是意味着 我们将如水 被干涸的地面吸收 或如熄灭之火焰般消失 那么我们可以不去 在意死亡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死亡之时 我们舍弃了肉身 却保留了心事 这个心事 在死亡与投身之间的 过渡状态中 称为中阴游走 在中阴状态下 我们没有有形的身体 无法如常的使用 五种感官 我们被迫脱离父母 和朋友的陪伴 如同一根 从一团奶油中 抽出的毛发 尽管如此 有一件事物 却如影随形 我们过去的 所作所为 如果恶行较多 我们将无法逃脱 轮回下三道的痛苦 相反的 如果善行较多 我们将投身上三道 继续朝解脱迈进 当我们的心 在中阴多变的体验里 游走的时候 我们既无法选择 去做有利于自己的事 也无法从从容容的 去决定 要走哪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出路 如同风中的羽毛 我们受到自身业力的迫使 被死亡的士兵 拖着走 我们没有暂时喘息的片刻 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我们无法随意停留 或离去 我们的心神 被抛过来丢过去 不听我们的使唤 要了解 并相信因果法则 主宰宇宙和一切众生 这一点是重要的 弥勒日巴尊者说 如果他能够全心奉献于佛法 并在这一生中获得证悟 乃是他确信业之法则的缘故 每一个行为 无可避免的 都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行善或行恶的痕迹 留存于心事的下层 要消除恶行的痕迹 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经受恶业所带来的 自然后果 痛苦 二是在可怕的业果出现之前 用适当的对质解药 来清净恶业 当上师告诉我们 所有的善行和恶行 具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时候 我们听得清楚明白 但不是真正相信他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就不敢办下最微小的恶行 反而会大大的着重于 从事所有的善行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善行 难道一个人会去管 尽快有多小 而不真是他吗 把所有事物留在身后 犹如南科一梦 听闻的人们 只要把无为付诸实修 凡俗人生的各种事物 如同海浪般 一个接着一个而来 负者永远觉得拥有的金钱不够 权者永远觉得拥有的权势不足 思维以下的话语 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满足我们所有计划的最佳方式 就是放弃他们 一个证悟者 把凡夫俗子热衷的事物 视若梦境 如同一个老人 观看孩子洗洗般 看待他们 昨晚 你或许梦见自己 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但是当你清醒之后 留下了什么 你在清醒时 所体验的事物 几乎不比梦境真实 与其去追求 难以琢磨的梦 你应该让自己的心 安住于宁静 胡扰的蝉丝 离于凡乱散满 直到对空性的了悟 成为你的觉受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放下 凡是你所执着的事物 听闻的人们 没有任何一件事物 是你需要的 想一想任何一个让你强烈执着的人 物品或情况 并试着去检视你所深深执着的美好事物 权利或财富 车头车尾的 检视他们每一个 他们看起来 不像是幻象吗 当你用这种方式 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的执着减少了 不再有相同的 急需去拥有的感觉 如果你有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态度 你的心境 将自然而然的 感到宁静 自由 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活着与死亡的时候 都处于强烈执着的状态下 那么你的今生 与来生 都将充满痛苦折磨 在死时 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 将变成一个受贪欲折磨的恶鬼 过去的伟大圣者 与行者 只要有为生所必需的最少量食物 以及足以必寒的衣物 就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 他们是最富有的人 因为真正的财富 属于那些知道如何 满足于现状的人 伟大的噶当派禅修者 噶拉贡丘 住在西藏的一处洞穴中 每次 他进出洞穴的时候 身上穿的袍子 都会被洞口的山楂丛 妨碍到 他常常考虑 砍掉山楂丛 但每每如此 他心中立刻就会生起死亡的念头 他想 谁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把去除这株长次的树虫 所花的时间 用来禅修比较好 借由禅丛的力量 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时间 听闻的人们啊 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 在我们之中 谁没有想过 去建造一床兼顾牢靠的房子 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 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 还能维持数个世纪 谁不曾梦想致富 在余生 免于所有的忧虑 是永恒的恶魔 匡骗了我们 让我们相信 事物能够持久 相信任何人事物 永远属于我们 注定会令我们失望 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目睹人们在死亡时 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 与所留下的深厚物占据 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 无他 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 如果他们完全忽略 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 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 很可能是充满痛苦折磨的 相反的 甚至与真正的行者 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 也是如此 更别说财务或住所 听到这样的事迹 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 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 他们是财务 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 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 去通过六道轮回 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 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 我们应该亲近佛法 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 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 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先去完成你必须做的事 你将永远不会接近佛法 听闻的人们啊 当你想到佛法的时候 立刻起而修行 俗悟如同湖面上的波纹 是永无止境的 你或许认为 在接下来十年或二十年 你能够把计划做出结果 之后你将可以安心自在地修持佛法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你正在忽略生命的脆弱 难道你不曾目睹人们 在最出乎意料的方式下 一年早逝 认为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不理智的假设 当心中生起 修持佛法的念头时 不要犹豫褚躁 切勿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当下即是适当的时机 农人不会等到冰霜 使地面变硬 才开始播种 它会趁着土壤温暖 湿润的时候播种 一旦你遇见了巨德的上师 领受了他的教导 你就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走上觉悟之道 咱们变硬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业 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起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贡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贵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 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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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赤山鸟之际像树生灯 把大菩萨永世静定力 树生爆散几箱黄金鱼 如意爆平月一秒莲花 月银海落圆满几箱箭 不朽生创刺在剑断绑 树生标志发生几箱包 共养十方三十一切佛 今夜戏女生装几箱 大大吉祥天女静定力 大帆大自在天边如天 千无敌世与迟过天王 增长天王龙王光幕天 多望天王各知天宝物 奔三插几段墙进高处 琵琵琶把剑包塌身把窗 三界增上闪耀欲几箱 时间把大湖发锦定力 我等如今所作诛誓言 一切正能闹喊喜笑你 一切正能闹喊喜笑 如一切圆满 今天是柳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上海 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相由徒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或舞不时 随醒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相似于是 我未来的子联盒 中很冷 我们去做